Lun Sang 刀 《与尔、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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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尔·杨茜》 我就觉得一个人一辈子 能做好一件事就挺好的 这辈子就跟草粉干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的节奏都是比较快 都是比较匆匆忙忙 都是有穿着功力过来吃 老板帮我炒粉快一点 你必须得快 你如果说一样一样慢慢来 一个粉要一个三分钟或者五分钟 这样就不行 附近的人都知道我们炒粉很快 一个炒粉五十几秒一分钟能炒得好 回首它就方便起锅 就是出锅快 还要调料的时候也要准也要快 你这样省一两秒 那样省一两秒 打包起来也快 就是不想让客人等太久 我们也不好意思 我们比较吸引人的特点 就是我们一个火候 一个炮锅 炮锅一定要炮得好看 从下锅到上面一直放 左右可以放上来 我们要腹部高升 炒粉的话 粉要散 要夹起来一条一条 还有那个调料放下去 就看一下会不会晶莹 就是要看这一招 这一招就是要学会就比较难 我们那个粉出锅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 如果那个粉 啪下去了 就是说入味了 如果还是一条一条的那种感觉的话 就是粉的火候还差一点 一开档就是一排都是围在那里 好像人家看表演一样 有一些从东莞来的啊 南商来的啊 还有那个新西兰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港澳的都有 都来吃过来炒粉 就是说我这个粉已经大家公认 应该还可以 有一种成就感 我是货车司机 我没进过一年厨房 在12年前做炒粉嘛 其实还是个体力活 因为熬夜 比较辛苦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 那一年就炒了一整年没听过 正月12月6月炒到大年30代晚上 一整年剩了3000块钱 我老婆还回老家都不够 大家就是说 这个炒得太硬了不好吃 就一边走过我当口 走着就走着这样子说 你炒得太咸了不好吃 没办法 没学过 慢慢做 对面一些就是也有人家在炒粉嘛 慢慢就是偷吃血 看人家怎么炒 然后去研究它味道啊 粉的那些品质什么的啊 这些啊 吃起来什么口感啊 我刚开始炒的时候 一个网上都在那里抛 然后睡觉的时候 那个手牢是这样 这样 这样 就这样 我们抓锅跟抓那个炒勺 都是抓得紧紧的 然后刚开始是水泡 基本上就是每个手指都是一条一条的 我现在每个三五天 我都要把这个皮 这一层皮削 要不削的话 它就慢慢后慢慢后 抓起来这个剪 它就有点不舒服 总能成小马 因为我就只会炒粉 我如果两个炒粉都不认真的话 我做别的我也不会啊 我只能认真去做我自己的炒粉 每天都是眼睛一睁起来 一把一盘一出出来 开始炒就一直炒一直炒了 茫茫下来的话都是三点多 然后有时候拍摄影要拍到七点多 锅仔不是什么大厨 但是在专业炒粉这一块锅仔是不怕挑战 当时已经放了 它决定了你能坚持到晚上12点 还是凌晨两三点 我们是要泡足两个小时 冬天我们就要用温水 泡足三个小时 泡到米粉变软颜色变白 我老婆 我记得最深刻最印象的时候 从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做到我女儿是10月1号生的 她做到9月30号 那天晚上还在一起帮忙坐车 挺着个肚子大大 那时候缺她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动力 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干 我才有点力气 等说哪一天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我就带她想想福吧 出海啊 开怪的这些啊 小孩子就比较喜欢 然后又是问我什么能带她去 我就说 等于有时间先 等于有时间先 其实上是没时间 但是没办法 我要如果去陪伴她们 我又掩护了她们 我每天都要炒 他们来吃我就赚钱嘛 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生活嘛 年轻那时候有个疫情嘛 然后其他店 声音不是很好 拍一些作品 刚刚可是抱着闯一下的那种形态 就往一下了 然后又没想到就火起来了嘛 很多人就 网红 网红 越多人知道就越好嘛 中国还有这种快潮的文化嘛 人家看得到 听得到你那个火的声音嘛 这个就叫人见烟火 我从23岁 今天就三十五 吵了一轮啦 经常站在那楼边 这首都是这些火 现在就想去东北看看雪 非常喜欢 过上一些冬天的什么 就比较冷 你越冷我又越不怕 就会说